同學們繼續今天的課堂 我們已經講了內容上 上課我們叫了大家同學做了這條數 就是指INFIGURE這條 那裏可以看回LOOKS的第21頁 我們會先做這條數 我們會選擇書中的一些題目去處理 同學們請你一會兒準備書 準備上課上課去容易處理 還有做一些更多的題目 希望幫到你們去理解這份卷 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亦希望在查研有少少題目上 可以和你們對方有少少的講解 讓你們遠正而去處理這件事 但首先我先完成第一個課詞 就是這40分鐘 我不用一件事 我們看著這條題目 第2條就是INFIGURE L2就是Predicular to L1 and Plus Full 我和大家說改了做P-3 1.5 也找到L2的理解 然後叫你找L2和L3有多少個雙交點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我們先找L2的理解 L2的理解 我們找到L2的理解 L2的理解 上次已經完成了 同學們還未完成 請你先停下畫面 先不要做 完成後再對答 然後同學提醒你 今天這課會 moc folded 如果提到的時候 期間有問題 請你吃下午時段 我把你先上課解 說必頗不一出 quello當作L2的理解 其中...... 我們做一個slope slope 裡面 你會見到slope of L1 我們好回去看了 slope of L1 你會見到是負A over B 在這裡負 A是5 在L1裡面 B是負4的位置 所以負5 over 4 答案5 over 4 所以這就是slope of L1 接下來我們要找slope of L 這也是互相垂直 slope of L2 就等於負1 負4 over 5 即是負0.8 然後我們利用P 的座標 找到 equation of L2 equation of L2 我們知道 y-1.5 over x-負3 slope是負4 over 5 我們可以選一個 我們可以選一個 例如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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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8加12-7.5 即是5-4.5 我們不要小數 我們將它double 8x加10y加9 所以綠色就是8x加10y加9 就是0 我們便會計到L2的 equation 我們再怎樣判斷 其實那個intersection 是多少呢 這裡我們就要the number of intersection the number of intersection 我們便會用 intersection 意思呢 我們去看 slope of L2 很明顯 大家剛才已經計到 是負4 over 5 數字在哪裏走出來 就在這個位置 和這個數字 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計算slope of L2 那就欠slope of L3 我們寫slope of L3 你就會發現一樣的 那就會等於 負alpha B A是4 B是6 這就是負3 分別 因為兩個slope 是不一樣的 L2 不等於slope of L3 我們去完成這個 你就會發現答案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它只有一個intersection A只有一個intersection OK 這裏就是我們第一課 裡面的第一條 首先我們先停一分鐘後 我們繼續開始 如果同學未能夠完成 抄寫或問題 看看題目如何理解的話 你可以按停Youtube 再來一次 對 再補問題 我們不斷 然後按摩 按摩 在裏面 我們已經可以按摩 要按摩 接時 他們又會取得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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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条是Figure 里面 Street Line L1 Ax-4y-12等于0 会穿过46 即是说很简单一句 看到46的话 不用想 我们把46代回Ax-4y-12等于0 这就作为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就是 有X-intercept和Y-intercept 有两个数值 提起我测试改正的时候 我发现有部份同学 答案上是要小心的 因为我发现有部份同学 把X-intercept和Y-intercept 亂去做数字 就这样写个座标 就当X-intercept 其实是不需要的 X-intercept和Y-intercept 只需要一个固定的数字 就是折距就可以了 4和3 你知道它的座标 40和0-3是另一件事 但是不会这样写出来的 我们是不会这样写出来的 我们只会分开来写 X-intercept和Y 写一个数字 就是40和3 就可以了 即是说简单说一句 我们代L2 就代40 或者0-3 同学们一会 你就会知道 如果我要求B 我是不会代40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代40 X和Y的分别位置 0和B两个乘惯都0了 所以其实是不会计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只可以代0和3 去扣B 所以同学 我们开始做A part A part 首先是14 6 然后L1 我们代了下去 你会发现 A乘4 减4乘6 加12 就会更容易 所以你会看到 4A 减24 加12 等于0 所以你会看到 4A 减12 等于0 A等于3 所以同学们的第一个答案 你会知道 A是3 已经解决了 差B B 先说了 不要濕错位 濕0-3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濕错 40 你是不会计到 L2 3乘0 加B 乘3 再减12 等于0 那你就会计到 一个结果 出来 应该是 -3 B 等于 正12 B 就是-4 那我们透过这条 就计到AB 的两个数值 他就问你 L1 和L2 你说 他不是平衡的吗 对不起 题目表面 没有告诉你 是平衡的 他只是画得好像平衡 你始终仍然要计 slope 和wind 是否一样 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 同学们请你小心 图是这样画 但实际上 当我代言AB 你发现原来 它是整股你的 那你就要小心 所以同学们请你留意 那个答案 于是乎 B part 先计到slope slope L1 是等于slope L2 是等于slope L2 L2 是等于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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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都是3 这次是 是等于 都是4 所以第一件事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slope L1 是等于slope ofl2 我们接着要做的事 就不用想 就一定要找 yintercept 今次我们只需要 找l1 的yintercept 因为l2的yintercept 已经给了你 是-3 yintercept 就是-c over b 就是- 正12 over b 4 虽然这个yintercept 是3 但是ofl1 sorry 写了 这是l1的yintercept 但是yintercept ofl2 你不用说了 已经知道是-3 所以问题 advice ofl2 就等于-3 所以两个不一样 两个不一样 不用想想 平衡 平衡 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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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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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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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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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感谢观看 第四条 第四条 我们要考虑 首先要找ABC 那三个座标 这次ABC的三个座标有趣 A你会发现 看图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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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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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X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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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是CORDINATE OF C 於是我們逐個代表 首先A只可以篩入L2 就是A然後L2 你會發現XA加0 4分為0 XA分為-4 我們很快找到A的代表就是-4,0 然後是B 這次就沒得選 它一定是L1 所以輸B變成L1 代表2XB-3乘0 -6等於0 2XB等於6 XB等於3 所以你會發現B的代表是3,0 最後輸C進去 L2 L1 L1 你會發現2乘0 -3YC -6等於0 3YC等於-6 YC等於-2 所以我們計算到C的座標是0 -2 我們完成了A,B,C,B,A 就找B B就是要找座標D 你會見到D就是L1和L2的相交點 即是簡單說句 我們只要用L1和L2 Solving equation with two Equation with two unknowns 我們就可以找到B的答案 而反而最後計算到A,O,C,B 就是A,O,C,B的面積 用來做最後試拍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先改了它 讓我先複製這張畫面 複製了這張畫面 亦準備開始講解這個題目 先把有用的資料插進去 A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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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是-30 C是0-2 改了做30 和0-2 我們再去計算它 接著要做的東西就是Solving equation with B 我們要Solving equation with D B的話 我們要做的東西當然是Lat 我們就會Lat X,D,Y,D Be the coordinate of D 你會發現 Solving equation with D 2X,D 減3,Y,D 加6 減6 等於0 X,D 加4 等於0 X,D 加4 等於0 那 就是 3 1 因為我們執了二式 所以要塞進去 1式處理 2乘2 2乘2 Y,D 減4 減3 Y,D 減6 等於0 2乘2 Y,D 減8 減3 Y,D 減6 等於0 那 那就 對了 Y,D 沒錯 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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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D 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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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 減6 selling 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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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7 減7 減6 減6 減7 減7 減6 減7 減7 Y-axis 左邊和X-axis 下面 所以兩個左邊都會負宿 所以我們拿了負1.2和負2.8 如是者我們就計算這個面積 於是我們把圖放大一點 A B C 我們其實要做的東西就是 我們要加一個Point E在腳上 而Point E就是負1.20 Lat E B負1.2 和0 我們去計算這個 這樣做 我們把圖形分成Area C 那我們就做個計算 先把圖形分成AE的長度 AE的長度 就會是 各位同學 另一個要提醒你們 我發現你們的計算是很奇怪的 負數都出來了 我認為長度不可以負數 長度一寫負數 我基本上會當你錯 但怎樣保證它是大 數字是正數 大減小 負1.2是大於負4 所以負1.2減負4 大減小 2.8 長度 那 DE的長度 很快 都知道 大數是0 0是大於負2.8 所以0減負2.8 都是2.8 所以 Area Triangle Area Triangle 就等於2.8 乘2.8 乘2 於是 我們透過計算機的運算 小算盤 2.8 乘2.8 乘2.8 我們會計算到答案是3.92 這裏的面積單位叫Square Unit 或者你不寫 你寫的 麻煩你寫Square Unit 但不要寫Unit 以前都不可以 好了 我們接著再計算 DE我們計算了 剩下OC 和OE OC的長度 你就會知道是00 和負1.2 所以是0 減負1.2 僅如1.2 最後剩下OE的長度 OE的長度就不用這樣 都是0減 OC 不是0減負 OC是0減負2 Sorry 所以其實是正義 後面是0減負1.2 這是1.2 所以梯形的面積 area of CODE 你就會計算到 2 加2.8 乘1.2 2 即是4.8 2.4 乘1.2 2.4 乘1.2 你就會計算到 答案是2.88 所以我們就把兩個area加起來 area 就等於 3.92 加2.88 即是6.8 Square Unit 我們就做完這條題目 所以同學請你留意圖是怎樣的樣子 我發現測驗的時候 很多同學就當作是三角形 那個 不是三角形 有同學甚至當作是對稱去計 但它也不是對稱去計 所以同學請你留意整個題目的設計 背後的0 這裏也是 停一分鐘 先讓它整理做個答案 如果同學們 一會兒我會轉回頭 同學們 我現在會回到前面的版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你覺得這一版 還未抄襲 請你停止它 如果不是的話 我現在會回到前面的版 都給大家三十秒時間 整理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們看完的 是我的Strawage 好 我們便做到最後的第五條 我們先看看題目 問題 第五條 先看看複製了 複製沒有壞 因為 不知道會否很長 在頭部 你會發現A在一頂 在YX上面 OK C是另一點 XX上面 而B B B Straight Line L1 L1 是Perdicular Biceter Perdicular Biceter 考試 你要記住 好像它這樣 要做的動作 就是 首先要畫兩條線 它兩條一樣 還有 你記得要做的東西 就像它這樣 畫一個直角出來 如果你畫一個直角 你便會弄亂 和弄錯了一些課題 所以 先畫下去 因為其實這個 跟階段有關 題目 然後再下 它會平衡 和L2 有穿過O 於是 我便逐個看 A Part 和A 和C 我們首先要找A 和C 的座標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畫一個Led A C 就會是 和它怎樣用呢 剛才避免 一會後再想想好像 我們先Led A便是0 Y a 叩為Od Jo xc0就是coordination of c 然後怎樣去處理呢 因為其實數字中可能會有一個equation 我便代入整個數字 但這裏沒有equation可以給你的 你看整個題目的eta沒有equation 即是要用中三的方法去處理它 而中三裏還有substitution找座標之外 剩下一個找座標的方法就是用midpoint去找 因為題目中也學得很清楚兩場的樣子 我們便利用midpoint計算這個數字 於是發現a的x座標是0 c的x座標是xc over2等於b的x座標是-4 所以xc就是-8 然後再下一個問題 y座標 a的y座標是ya c的y座標是0 over2等於b的y座標是6 所以ya其實是12 所以我們很快地因為這個關係 a座標是012 b座標是-80 所以我們便會計算到這條線的答案 作標 於是我們有這兩條就好做 這是第二部分 做完a部分之後 我們便會做b部分 那b部分的考慮點是 究竟 它的題目就是bd的equation和od的equation 你便會發現一件事 根據point slope form bd的equation 通常是大部分的考慮 第一個 它的直角的考慮 會考慮的一件事 就是 會否反過來 d的座標 或是b的座標 也會用2 point form 兩個價格 不是的 你會發現題目中 d的座標是沒有比例 如果沒有比例的話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即是我們要其中一個座標 就是b-4-6 我們還欠一個slope slope可以怎樣用呢 就是用紅色的直角去處理 因為我們如果計算到ac的slope 是多少 我們要用垂直的東西 我們便會找到b b的slope 就可以成為-1 或者解決了這個問題 於是我們逐個計算了slope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先計算slope of ac 你便會發現是 12-0 0-8 你計算出來是3 over2 是一個正數來的 我們接下來計算 slope of bd 乘以slope of ac 就等於-1 所以slope of bd 就會等於-1除以3 over 2 或者-3分2 我們計算第2個slope of b 所以就等於-2出力 好了 那就欠一個equation of bd 我們便會計算 我們便會計算 equation of bd 是- y-6 over x -4 等於-3 over 2 等於-3就是y-6 等於-2乘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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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x 加3y -10 等於-0 我們便會計算到 equation of bd 當你選擇了 equation of bd 便會達到 equation of od 至於od 今次的總法 難道我們真的要解釋 b 對不起 似乎題目中 還未有足夠資料 去做 因為其實你看一看 c part c part 才會找個 c part c part 即是 l2 即是od 不是用d 去找slope 找個 做標的方法 可以考試怎樣做 或者怎樣做 我們的做法 是調轉的 我們的處理手法 不如我們想想 其實 od的話 point 我們會拿哪個呢 很明顯地 我們會拿0 0 slope 拿哪個呢 今次調轉 因為它平衡的話 所以它和ac的slope 是會一樣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可以算 slope of od 其實會等於slope of ac 因為它是parallel 所以會等於 負3o 好 我們再利用0 去算 y-0 這個equation of od 就是 y-0 over x-0 3 2 y等於3x 3x-2 1 3x-2 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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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2 2 3x-2 2x-2 2 2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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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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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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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yb和yb的coordinate 當它設定了coordinate的d之後 我們就當然要做sorbing equation 首先d是被l1和l2宣傳過的 所以先看回l1的equation l1的equation就是bd 於是2x加3y減10 2xd加3yd減10等於0 這是第一條公式 第二條公式就是3x減2y等於0 3xd減2yd等於0 這裡有兩條公式 我們怎樣去代入去做呢 我們要做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簡單一點 你讀計數機可以計到答案 如果你計數機沒有答案 那怎麼辦呢 1乘3和2乘2 最重要是選一對 你知道目標是想消去xd 所以我全式會成相同數字 6xd加9yd減30等於0 這是第一式 第二式是6xd 今次是減4yd等於0 於是我們再叫做三式和四式 於是你用3減4 你會發現是6xd加9yd減30等於0 減6xd減4yd 沒有0的位置 補回0 你會發現是13yd減30等於0 於是我們計算了 13yd等於30 yd等於30等於13 於是你用這個叫五式 用第五式 代入其中一條式都計算分為2 那便會發現3xd減2乘2 可以減3xd等於三個 等於60 ŞuXd減3 所以你看到d的位置在右邊和上邊 所以兩個數答案都會是正數 於是我們已經計算darı 這麼iff 我就算了 到這個位置停一停,看看同學有沒有問題 原本我還想有少許時間和大家講一些正方言和書的題目 看來就應該下次,各位同學請你留意 亦請你留意我們的功課 農力練功課我會在這個時刻release給大家 所以同學們請你們準備農力練功課完成了 我們會在22號回來收回它 這是我第一個提點大家注意的地方 所以同學們請你們一會便完成這份練習 亦都會提醒大家第二件事比較重要的 就是今天亦都有一份叫做Equation of Freakline功課9 應該是要交的,同學們請你記住 這份有些巧妙,請你一定要找 第二節回來做甚麼呢,我們沒辦法講到27條 希望有,我會和你對付你們的測驗答案 所以同學們亦都會在第二節發放了你們的測驗分數 同學們請你們好好地對付你們測驗的答案 我亦都會做少許的講解 而方便你們上課會處理 好了,這節的時間是這麼多 為何會有三分鐘預留呢 因為我擔心同學們都反過來 有時會有些時間會停下來 我擔心會停下來 例如說,我的方向時間也不會跌追 所以這裡暫時停一停 同學們,如果有問題請你在下午那一節 我會和你親自講解 同學們請你記住 今天暫時是這麼多 谢谢观看